来看看新闻网 什么样的火花呢 让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发布会一开始 主持人李翔的反应 就让现场众人炸舌 定睛一看 原来与马天宇牵手出场的 是李翔的女友孙肖肖 见李翔反应如此强烈 马天宇倒是来了兴致 顺势调侃起了这对恋人 见众人没有作霸的架势 李翔只能就范 当天遇此尴尬的拿指李翔与孙肖肖 近日因为拍摄少年神探敌人节 而传出相恋绯闻的气威与黄宗泽 也是同台现身 面对大批媒体 两人在台上始终淡然自若 对于八卦周刊的捕风捉影 两位当事人也不以为意 我们就是在走戏的时候 我们看到照片就是我们穿了那个戏 也是在走戏的时候拍的 也是拍戏的时候拍的 完全对戏 看到网上传出两个人尾文 这个是不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可不是吗 我是大年初一早上 我一个香港的朋友给我传了一个微信 就是一张港媒一个杂志的封面 然后我说你这个是送给我大年初一的礼物吗 你是着实吓到我 对 不是我们看到这个消息 就当成新人礼物 还有跟给我们剧组 给我们这个剧宣传一下吧 这场由黄宗泽气微领衔的 少年神探敌人节发布会才刚结束 舞台上又迎来了红酒俏家人剧组 率先登场的便是女主角胡信儿 一袭超短裙 配上利落短发 胡信儿很是妖娆 脸上堆满了笑容的她 看似心情也不错 黄宗泽与胡信儿 这对曾经相恋七年的恋人分手后 竟然同场现身 尽管擦肩而过 但始终让人不忍好奇 这一对最熟悉的陌生人 见面时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 这样这些同场会不会觉得很尴尬 没有啊 没有什么尴尬 很尴尬的 大家后台有交流到吗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都是来去匆匆的 都没有什么时间 没有就看有什么机会吧 也对 我们还赶快去横店 就我们这采访完了就走 就在黄宗泽对于记者的提问不置可否时 胡信儿也匆匆离开了发布会后台 并未接受记者采访 然而 巧合有时真的让人为之惊奇 黄宗泽 胡信儿一一现身后 新人演员毛子俊 又为新剧《少年四大名补》登上了同一个舞台 要问毛子俊是谁 他就是此前传闻中胡信儿的新任绯闻男友 不过对于此前所爆出的绯闻 毛子俊断然否认 假的 只是现场 因为那天正好拍结婚的戏 然后有一些媒体进过来采访嘛 然后可能 因为拍结婚的戏 肯定都会比较亲热一点 肯定是假的 对 没有 没有在追他 怎么可能 没有没有 我跟他差那么多 不可能 《乌独有偶》当天的发布会 现场被绯闻缠身的远不止以上这些演员 日前被曝与唐嫣分手的邱泽也在齐烈 关于此前对媒体一直遮遮掩掩掩的恋情 邱泽子俊断倒是坦白 目前没有 关于一些不公 当初没有公开的事情 那是在一起两个人的一个共识 那其实不知道会以这样的方式被呈现 当然还是希望之后能够退到朋友的位置 所以说是去分手了是吗 分手了是吗 希望之后能够退到朋友的位置 那是你觉得因为你发微博说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吗 所以是唐嫣的那边的问题吗 那边微博并没有单指任何人 那只是一个心情上的触发而已 所以不要做过多的猜想 所以是什么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了呢 一段时间了 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段感情这样子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思 多少还是会 有复合的可能吗 现在先专心工作 新闻在线上海采访报道 看了上一条新闻 我不得不感叹 这俊男靓女要是凑到了一起 不产生绯闻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不过我倒对这部电视剧挺有兴趣的 叫少年敌人节 这部剧到底会不会产生一句经典的台词 原方你怎么看呢 叫少年敌人节